截止其拍到 黑色轎车完全没减速 直接冲向早餐店前的左侧路口 当时一名汽车骑士首当其冲 连人带车被撞倒 但恶劣的是 少时驾驶不但没有下车查看 还倒车加速落跑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 自己的车牌没能落跑 已落在现场 换个角度看 当时三名店员都忙着被料 突如其来的强大撞击声 把店员吓得花容失色 等到回国神来上前查看 骑士已经倒过在地 机车被撞到扭曲变形 就连店员自己的机车 也被撞到椅垫跟车子解体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 5号一早将近7点 男驾驶逆向撞倒骑士后 加速落跑 警方根据现场遗落的车牌 寻现找到肇事者的母亲 一番劝说后 在将近11点 肇事者在妈妈朋友的陪同下 捂着脸神色慌张的现身派出所 原来又是酒驾 惹得祸 二十多岁的驾驶 跟朋友彻夜狂欢 酒后危险上路 出事了不敢面对 肇事落跑 没想到车牌还是漏了线 就算到了派出所 喝水打个推拖拉 但酒侧气一侧 假不了 被一公共危险 肇事逃逸最嫌 一送正办 记者吴国珍蔡双吉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